五国史上第一家清真航空Riyani Air 营运不到一年 突然自行宣布停飞 结果接获民航局发出的暂时冻结令 停飞三个月 交通部长多次理料中来今天透露 民航局已完成听证会 并将尽快向交通部提成完整的听证会报告 以决定Riyani Air的最终命运 廖中来今早在出席活动后表示 由于听证会昨天才刚结束 民航局也还没向他汇报任何进展 因此也不便多做评论 唯有等到报告结果出炉后才能做出定夺 另一方面Riyani Air航空公司创办人拉威 随后表示 希望民航局能够将长达三个月的冻结令 延长到六个月 好上公司处理收购股票仪式 重整业务 不过目前民航局还没有决定 是否要接纳拉威的建议